当地时间12月7日星期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如果有媒体关于华盛顿 因香港问题准备对中国官员 实施新制裁的报道属实 中国将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并采取坚决反制措施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继续采取坚决反制措施 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利益 维护中方人员的合法权益 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五宣布 对中国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同一天还宣布美国终止 与中国的五个文化交流项目 跨身影谴责美方部分反华势力 进一步破坏中美关系的行为 注定是枉费心机 中方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蓬佩奥之流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恶毒攻击 以及美方对中美人文交流活动的 进一步的限制 必须指出 美国一些反华势力 顽固坚持冷战思维 妄图挑动中美意识形态对立 进一步破坏中美关系 这种做法完全违背 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违背历史发展潮流 注定是枉费心机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进一步 内片 中文字幕后 亭 内片